前两天跟大家聊到的那个英国人吐槽台湾拍摄的推广旅游的影片不是太好看的那个问题 那有一个留言我觉得写的蛮棒的 那他是台湾的一个广告人 他首先呢说到说台湾一般说行小而不是说影小 根据他接过政府宣传广告的经验来说就还蛮正常的 就是这种说在台湾所做的针对外国人的行销 那反倒不符合外国人的口味这个问题 他说即便外国人看了不会想来 这也无法在主管机关的考机里纠责 但是如果拍出让台湾人觉得不适应的影片的美学而遭到投诉 就会是这个主管机关倒霉 那在这种逻辑底下 那大家就优先讨好台湾观众的美学 这个问题他说的是对的 我也发现很多事情大家的看法跟外国人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我那个影片发出来之后 我没有想到就是最大规模的 大家跟我意见不通的部分 倒不是说那个影片好看还是不好看 那更大规模的台湾人认为说台湾就不该发展旅游业 台湾人已经够多了 基本上这方面反倒非常非常大规模的这种留言出来 那就会让我很惊讶 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跟一个欧美的人说发展旅游业 甚至是在欧洲像意大利啊 或者是像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人口稠密的地方 它的第一个反应也不会是说就不该发展旅游业 对就不该去吸引观光 对因为就好像就是在我们的概念中 吸引观光做旅游业不可能是坏的事情 那因为我们的讨论一般会说到你如何吸引高端游客 你如何做到发展旅游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 但是大体上很少有人会说那我们就不要发展旅游业 我们台湾人过得非常好 我们非常棒 而且台湾就这样就好 台湾现在的这个景点或者是交通或者什么东西 就什么都不要改就不要发展就好 不发展这个这个理念在外国人间是不可能流行的 但是台湾人他就好像觉得不发展是好的 这个事情我之前也发现了 就是当我说到说那台东花莲的这个原住民的旅游 其实是没有做好 其实是有在做但是没做好 那跟当地的政府的审美的偏好有关 比如当地政府一说到开发就是开游乐场 砍伐山林 烂砍烂伐 然后挖矿 对 然后盖高楼大厦 基本上蓝白阵营的执政者 那他们的思路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不懂什么叫做文化旅游 或者说是环保旅游 或者是他也不懂什么叫做高端游客 他也不懂什么叫做品质旅游 就他们不懂这个东西 在他概念中开发旅游就是建房子 建游乐场 那然后砍树造成水土流失 就是在他概念中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那我那一集我就发现 说台湾人有根深蒂固的一种 就是因为遭到国民党的残害 而反弹的一种概念 就是在你们概念中就是开发旅游 就等于破坏水土 破坏环保 跟台湾人争抢 那这个中国客人随地大小便 就是在你们概念中旅游是这个东西 而你跟一个外国人说 开发高端旅游 开发文化旅游 他们想到的是 就是尽量的与环境共同生存 然后靠旅游业的收入 来支付庞大的当地的这一种建设和维护的资金 你想一想就是欧洲的那些古堡 欧洲的那些就是小镇 那种庞大的维护资金是哪里来的 那都是那都是旅游业来的 没有旅游业你根本你根本都你都维持不住 你知道要维持一个古代的一个城堡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每个古堡的维护的价钱都是天价 那个钱从哪里来 就是他就是大家想象中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所以说我还蛮能理解就这个人所说的 就是他就说台湾观众的美学 跟海外人的美学有巨大的鸿沟 从根本上要改变这个问题 不是说要台湾人不去投诉 不是这样子 就好像说不是说我给我留言的人 停止给我留言 这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更多的是说大家在互动和沟通中 大家弥合这个认知的差距 大家知道说我当我和那些外国人说到说 吸引游客到台湾 我们指的是吸引注重环保 友善对台湾有帮助的游客 我们指的不是随地大小便的游客 对当我们都说到吸引游客的时候 大家想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当我们都说到说旅游开发的时候 台湾人和国民党脑中想的是烂啃烂法 那我们想的是尊重当地的文化 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 那甚至帮助你发掘出你的文化中最美的 最好的那一个部分 帮助你把它传承下去 这是我们想象中的 我们只是沟通上的误解 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事情 那必须去弥合这个误解 弥合这个误畅 你就不会发生 就是不会发生像这位朋友说的事情 就是说你拍出一个符合外国人口味的影片 但会遭到巨量的来自台湾人的投诉 这不是台湾人的错 从根本上是因为就是 台湾人你们想象中的某个东西 和我们说的某个东西之间有巨大的差异 这个差异从根本上来讲 其实就是因为你们长期遭到 就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给你们灌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譬如说开发就等于烂啃烂法 对 然后旅游就等于中国游客在街上大小便 不怨台湾人 这是你们长期所遭受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给你们形成的一种直观的反应 但也有人回复的时候说到说 他是做印刷业的 每天都在接各种展场的输出 以政府案来说 高雄的场次设计都蛮不错的 如果说是民进党执政 用民进党执政的作为 慢慢的改变台湾人的固有印象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对 那就好像说 如果你现在跟一个高雄人说 我们要开发旅游 我相信高雄人想到的 不会是烂啃烂法 不会是中国游客在街上大小便 知道吧 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象中旅游的样子 他们亲眼看到 陈其迈在的高雄的旅游 是什么样子的 他就不会想到那里去 如果台湾人民能够给旅营的执政者 更多的机会的话 让他们向大家展现说 什么叫做文化旅游 什么叫做深度旅游 什么叫做高端游客 什么叫做有素质 有素养的游客 对 大家就能接受这个观念 说旅游业根本不是台湾的强项 就有一些台湾朋友就说 那台湾经济这么好 为什么一定要发展旅游业 你们要知道人是在互动之中成长的 嗯 对 没有互动就没有成长 很多很多支持台湾的人 他们是到台湾旅游生活 喜欢台湾 进而支持台湾 这是从根本上 让台湾人拥有世界的视野 拥有换位的视野的方法 发展旅游业 往小处讲 是与你当地的很多的需求配合起来 共生 这就是我说的 譬如说你花莲和台东 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就是因为他们的旅游业没发展好 知道吗 譬如说你说半导体业 半导体业是台湾最棒的一个产业 但是它能帮助到花莲和台东的人吗 其实并不能 半导体产业赚了很多钱 然后中央把这笔钱 分给花莲和台东一部分 我说一句不是特别好听的话 可能花莲和台东的朋友很不高兴 但我说一句实话 伸手要钱 第一它不会够 它不够 第二 你自己如果有能力的话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把 建设花莲台东的钱赚回来 而发展旅游业是唯一的选项 对于花莲台东这样的地方 因为你不能破坏水土 你是绝不能破坏水土的 你其他的那些产业 你在这个地方发展是非常困难的 也不应该 你绝不能以牺牲水土 牺牲环境的代价 去发展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其他的工业产业 那这个时候你能选的非常少 而他们又有这么好的旅游的资源 对 所以说当然就要发展旅游业 那发展旅游业 怎么去发展 那是跟眼光和视野直接相关的 那基本上在台湾只有民进党执政 能够做到这一点 然后你才会把大量的外国的优质的游客 引到这个地方 那他跟当地人的这种交互 他跟当地人的这种互动 那这种自然的把世界的观点引入台湾 是很重要的 我不是说世界的观点是对的 台湾的观点是错的 我不是这样说 我是说人类是在跟与你不同的人 与你不同的视角里面交互的过程中成长的 那譬如说那个英国人 他是这个非常非常痛恨脱欧的 而我个人是脱欧的支持者 我支持英国脱欧 对 但是看他的观点仍然对我有益处 不是说外国的正确 台湾的错误 我觉得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说台湾人你们去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来自世界各地的观点 那这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这是第一 对当地基本的建设有好处 就是你们当地的建设需要很多很多很多钱 你们文化的维持往下延续需要很多钱 你不能依赖中央 依赖中央只能保持你最基本的东西 你更高水准的东西你是不够的 那第三个就是越多人到台湾旅游 他们爱上台湾 他们支持台湾 这是民间的这种交流 是保证台湾安全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为什么对台湾来讲发展旅游业很重要 尤其是在特定的区域发展旅游业很重要 比如说很多人说那台湾已经很挤了 是台湾特定的地方很拥挤 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并不拥挤 你开发旅游不是说要把这个地方给毁掉 你开发旅游实际上是说 你以旅游的方式为当地注入活力 注入资金 注入金钱 让它可以更永续的 更好的往下发展 我说一句可能不是特别好听的话 它不是说你们在高雄 在台北 你们生活的很好 你就觉得全台湾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的 在台湾有很多偏乡很多乡村 很多地方它是缺乏资源的 但这个资源就是不能永远都等着中央政府给你 而是说你这个地方能够孕育出某种产业 那你能够至少自己去负担一部分 然后再让中央来补给你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 你完全靠中央供给 那是不持续的 而且你要看中央的脸色 对 那中央愿意给你就给你 中央不愿意给你就不给你 半导体产业赚大钱的时候 中央就有钱给你 半导体产业不赚大钱的时候 中央就没钱给你 那是不持续的 那要是换了一个不在意花莲台东的人上台 你怎么办 对吧 那你譬如说苗栗 对吧 苗栗自己发展不好 苗栗长期蓝营执政自己发展不好 中央给钱 它就能过得好一点 中央不给钱 它过得就很差 那你这样是不行的 作为一个人不能这样子 作为一个家庭不能这样子 作为一个现世 也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考虑说我自己怎么发展的好 同时我不破坏水土 我让我的文化延续 我让原住民族的文化延续 取得了一遍 我让你去做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